水果界的维C王,好吃还防心脑血管病,看看你吃了没。 说起猕猴桃,很多人都要咽口水,先想到它甜中带酸的果味, 然后是入口时绵软中带脆颗粒的独特口感,伴着清新的果香, 那是让人吃完还忍不住甜甜指尖的美味。 爱猕猴桃,除了美味,还有更充分的理由。 小小猕猴桃,营养大聚会,维C之王,每100克鲜果中含维生素C简称为C达100到200毫克, 高者可超过400毫克,远高于包括柑橘在内的大多数水果。 高甲低钠,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,还含有丰富的钙、磷、铁、钾等。 生物活性物质含有猕猴桃碱、蛋白水解酶、丹宁等, 都是对人体健康有利的成分。 猕猴桃DIY,美味升级。 直接吃猕猴桃鲜果,能把养养都一股脑吃进去。 如果想弄点新花样,还能这样做。 猕猴桃果汁,把猕猴桃切块,扔进果汁机即可。 注意,虽然猕猴桃属于不易变色的水果,但制作时也应尽量缩短制作时间。 现做现喝,以减少营养成分的丢失。 猕猴桃干。 选果选七八成熟的新鲜猕猴桃。 去皮切片浸泡,切片厚度0.5到1厘米。 放入白醋,加盐水中浸泡,约两小时,以去色。 然后清水冲洗并浸泡1到2小时,以除去醋、盐味。 肺,放入开水中煮2到3分钟,变色后根据自己需求。 放入冰糖等腌制5小时以上。 煮,捞出后置于合适的环境中自然晾善。 或者用家用干果鸡烘干。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猕猴桃口味系列产品,如猕猴桃果酱、冰激凌、咀嚼片等。 但这些食品所添加的猕猴桃果肉十分有限,且经过复杂的加工程序。 鲜果本身的营养成分所剩无几,还含有很多糖分。 最好不要多吃,人们常说每天一苹果。 医生远离我,由此可见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 苹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。 口感脆嫩,价格实惠。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,常吃好处多多。 但是,今天小编分享的这种食材,比苹果的维C含量还要高。 而且价格便宜,爱的人爱死。 不喜欢它的人是一口都不吃。 每100克含维生素C达126毫克,是苹果的21倍。 它就是有着维C之王之称的辣椒。 辣椒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食材。 但很多人认为吃辣椒会刺激肠胃。 如果自己能够耐受,吃少量的辣椒对胃是没有什么伤害的。 甚至有试验研究表明,吃少量的辣椒可以促进胃溃疡愈合。 对于胃溃疡窗面的愈合有好处。 而且辣椒中的辣椒素能增加人的盐,味觉敏感度。 提高老年人对盐味的感知,从而降低用盐量。 可能有助于高血压人群控制血压。 如果实在吃不了辣,也没关系,可以选择采椒、甜椒。 它们的维生素C含量也不低。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二种辣椒的美味做法。 简单又不适营养。 辣椒炒肉。 一、首先准备清洗干净的螺丝椒。 先改刀切成滚刀块,全部切好后放入大盆里面。 倒入适量清水,快速地抓洗一下。 一边洗一边把辣椒籽抠下来。 洗净后把青椒捞起来,放入篮子中,瀝干水分。 二、准备一些去皮的五花肉片,切成薄片。 再准备几个去皮的大蒜,拍散,切成大一点的颗粒。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 三、最后加入一小把优质黑豆,加入一点干辣椒段,增加干香味。 四、锅烧热,倒入辣椒。 直接干炒,一边炒一边用勺子按压一下。 等辣椒炒到断生后,加入一点点的盐。 让辣椒入个底味,然后继续开小火翻炒。 把辣椒炒干炒香,能够闻到浓郁的辣椒香味后。 就立刻关火,剩出备用。 另起锅倒油,油热后倒入五花肉。 开中小火,把五花肉煸炒出油汁。 倒入干辣椒、豆豉和一半的大蒜,保持中火爆出香味。 等肥肉部分变得透明,加入老抽,不断地翻炒。 让肉片上色。 六、趁热加入一大勺料酒。 激发出香味,再加入一点生抽。 蚝油、胡椒粉,翻炒均匀,倒入辣椒。 倒入剩下一半的大蒜,开大火,翻炒一分钟。 沿着锅边淋入点香醋,增香解腻。 快速地翻炒均匀,即可起锅装盘。 青椒金针菇。 一、首先拍几片大蒜,剁碎,再来几根香葱,切成葱花。 二、准备几根青椒。 切成一段段地,把里面的新盒子挖掉。 再把金针菇头部切掉,把金针菇串到青椒里面。 全部都串好,放入碗中备用。 三、再调个料汁,放入蒜末、生抽、耗油、盐、白糖。 最后来点淀粉和半碗清水,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先放一旁备用。 四、热锅下油,然后放入串好的金针菇。 一个个放好,摆整齐,放中小火慢慢地煎起来。 煎至青椒皮有点焦,然后翻过来煎另一面。 五、全部煎好后,淋上调好的料汁。 用筷子慢慢翻动一下,使其均匀入味,小火煮个十秒就可以出锅了。 最后撒上葱花,把料汁也倒出来,用来拌饭,非常的香。 注意这些事,看形状,在挑选猕猴桃时,最好选择一头大一头小。 形状更像鸡蛋,圆润饱满的猕猴桃。 这样的猕猴桃口感比较甜。 搓绒毛,很多人挑选猕猴桃的时候,咸摸完之后一手毛。 手脏了不说,回家洗起来也麻烦。 其实,应该买绒毛丰富且不易被搓掉的。 看成熟度,选购猕猴桃。 一般要选择整体相对坚硬的果实。 凡是整体变软或者局部变软的猕猴桃,最好不要买。 一、保存方法小妙招。 如果买的猕猴桃比较硬,可以在室温下跟苹果香蕉混合存放。 可促使猕猴桃变软、变甜。 如果买的猕猴桃,也就稍微有些软。 建议放入冰箱4摄氏度冷藏保存,能减缓果实进一步变软。 延长保存期限也能更好地保留维生素C。 二、奇异果和猕猴桃不一样。 奇异果哪哪都好,但唯独一个不太好。 就是价格太贵,动则十几块钱一个。 其实,奇异果就是猕猴桃。 它是猕猴桃出了国之后改的杨明儿,属于商品名。 咱们自己的猕猴桃可便宜了,也就几块一斤。 我国是世界猕猴桃的起源中心,人们最早发现的猕猴桃是绿心的。 后来也有了黄心和红心猕猴桃,不管什么颜色的,它们的营养都很丰富。 喜欢吃哪个就选哪个,不必只选贵的。 三、这些人要少吃。 一、猕猴桃性偏寒,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建议食用,容易增加肠胃负担,加重肠胃不是症状。 二、中重度过敏体质人群或者食用猕猴桃后过敏的人群不宜吃猕猴桃,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。 三、猕猴桃是一种良性水果,女性朋友们在月经期间建议少吃。 四、肾功能不全的人也不适合多吃。 猕猴桃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和钾离子,会加肾脏负担。